死瘟粮玉 臭瘟粮玉 死瘟粮玉 臭瘟粮玉 哥哥你都撕了好几朵花了 还没小火啊 没有没有 气死我了 问老板到底做错什么 把哥哥气成这样了 谁说我是气他了 没有没有 可你嘴里一直念叨他的名字啊 我 谁说我气他了 不用你管 我是讨厌他 烦他 好吧好吧 不过我知道 这有多气呢就有多讨厌 有多讨厌呢就有多在乎 有多在乎就有多喜欢 你再说再说我就生气了 哥哥是神仙 掐指一算就知道奴婢要说什么了 你还说 是是是 奴婢不敢喽 踏雪 你说 这天下的男人 是不是都是好色之徒啊 这倒未必 这温老板就不是 天下乌鸦一般黑 他还不是一样 去咱俩 来 来 这天下乌鸦 天下乌鸢 都是 王爷 大人 来 这是 cervical, 哥 温大哥 你不用这么心神不静 奥雪姑娘一定会来的 说草草草草草草 掏雪姑娘 奥雪姑娘呢 她病了 病了 言不言重 我去看看她 等会儿 她就是被你弃病的 如果你想让他好的话 就拜托你以后不要再见他了 不然把他气死了 小心遭报应 这是个误会 我可以解释的 我跟白日红 也行了 什么白日红千年绿的 我不要听 太雪姑娘 你先听文大哥把话说完嘛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是那个对你气病的人 太雪姑娘 我知道我雪姑娘现在很生气 但是看在上次 我救你们的份上 你帮我一次吧 太雪姑娘 明天这个时候 麻烦你请傲雪姑娘 到卫香楼一会 明天府里忙得很 走不开 太雪姑娘 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不管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条件 你当我太雪什么人啊 换满楼的白日红 我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是啊 太雪姑娘 那个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我们男人都一样 要我已经送到了 给 再见 太雪 太雪 来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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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大哥 我再喝就得爬回鸡膳堂了 如果你喝醉了 我背你回去不就完了吗 大宝 怎么女人都不讲道理的 女人讲道理就不叫女人了 明明几句话就别说清楚的事 偏偏连说的机会都不给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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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那位奥雪姑娘 是啊 可是现在呢 全让那个姓刘的 别搅和了 其实你不用担心 她生你的戒 说明她很在乎你 真的 当然了 怕就怕 她现在已经认定我是个浪荡公子 好似之徒 再也不离我 有了 有了 那个 那个 解铃还 解铃还需寄铃人 是是是 解铃还需寄铃人吗 既然奥雪姑娘误会 你和百日红不清不楚 不如你照百日红来澄清一下 误会不就消除了 聪明 还是你有办法 来 干了它 还有干啊 最后一杯 好吧 什么容易 来 白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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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看看谁来了 红姑娘姑 原来是温老板啊 坐啊 哎呀 红儿刚一想您 您就来了 您说我们算不算心有灵犀啊 好好服侍温老板啊 是 上次你真坏 把我冠罪自己缺走了 害得我好抖 你是觉得红儿 长得不够漂亮呢 还是觉得 红儿服侍得不够好啊 不是 怎么会 今日来 之前请姑娘帮个忙 这么多银子啊 温老板 其实 您想怎样就怎样呢 我又不会拒绝 干嘛拿银子白鸭人啊 是这样的 我跟一个朋友有点误会 想让姑娘帮忙做个证明 证明 什么证明啊 证明上次我跟你 并没有做出什么阅理之事 我不明白 只要你说明 我和红姑娘你这种人 没有肌肤之亲就行了 你放屁 我这种人 我这人怎么了 像我百日红红遍京城 多少王孙公子想见我一面都难 你谁啊 一个小小的戏子 竟然敢这样侮辱我 拿着你的臭银子给我滚 姑娘我不稀罕 红姑娘 我 红姐 喂 她不帮你我帮你好不好啊 你怎么帮 刚才你跟红姑娘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既然她不肯出面的话 那我来帮你证明啊 你跟她绝对是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瓜葛的 那我们走啊 喂喂 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啊 这些够了吧 温老板 我看你是没什么诚意 我还是扫地吧 等一下 这可是最后一定了 你得帮我把事情办好喽 好好好 你放心没问题 喂 人还没来你叫那么多菜 而且都炖过了 那一会儿他们还怎么吃啊 哎呀 要来的始终会来的 你急神啊 放心吧 喂 你有没有诚意啊 我在帮你 哥哥 好 既然那个新温的 整天棉花附留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有何必再考试一趟呢 反正来都来了 听听她怎么说吧 看来你还是放不下 对不对 不对 好 阿雪姑娘 阿雪姑娘 来 坐坐坐 坐 坐 阿雪姑娘 刚才呢我叫了一些菜 如果你们觉得不合胃口的话 可以再叫的 这里一种桌的菜 你们不用再叫了 快点吃吧 这位小兄弟呢 是在花满楼做事的 那晚发生的事情 他全都看到了 可以帮我澄清的 是啊 这鸡腿啊真是美味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鸡腿啊 那位小姐 那天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温老板那确确实实 是个大大的 四个郎 你 他那天斗酒赢了刘公子 得到了花魁百日红 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心机火燎的拉着百日红啊 入了房 后来呢 你 胡说八道 你 奥雪 等等我 你 你快躺着 奥雪 奥雪 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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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我真的没骗你啊 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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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疼 这住的还出来了 霍雪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有那么重要吗 从别后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孝上把银刚照 相逢有口深梦中 我只是个丫鬟 不懂你在说什么 老许 我喜欢你 自从那天一别之后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心里面觉得空荡荡的 谁让你去那种烟花之地呢 那是我第一次去 但是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后果过 你 因为那天我遇见过你 后来我常常想 花满楼也好 鸡膳堂也好 西班也好不管在哪儿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和你相遇 直到你出现 我才明白 活着有多美好 鸡膳 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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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工地 糟糕 我家房又回来了 她要发现我不在 我就惨了 快躲起来 怎么办啊 别跑 我带你做小猫 快 你可真厉害 我们居然赶在了他们前头 要是你愿意的话 我们还可以跑得再快一点 那我肯定会累倒在半路上的 不怕 有我在 如果你累了我可以背你 哪怕一辈子也可以 嗯 好了 要 كان 是你跟 刚刚 呢 是的 谢谢你 到底在哪儿 不是 演员 你不想再来 你不想再来 你呢 哥哥 人吓人吓死人呢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回来了已经很早了 怎么 有什么情况 刚才差点露馅了 怎么了 刚才福建从这里走过 还好我穿着哥哥的衣服 才没有被发现 如果福建进门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真聪明 好了 不怕 哥哥 咱们以后还是不要出去了 好好待在福里 行不行啊 那可不行 哥哥 再这样下去 踏雪早晚小命不保 我还不如找根绳子 吊死算了 太雪 你干什么 可不是吗 如果要让王爷 福建知道了这件事 我一定活不成的 你去到那个时候 被砍头腰斩 青木马 还不如现在自行了断 至少还能留个全时 别哭了别哭了 答应你还不行 以后不出去了 说话算话 嗯 都过了三个时辰了 怎么还没来呢 难道出什么事了 是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昨天我和阿傲学悦好 今天在天桥碰面 谁知道他一直没来 我很担心他出什么事 所以就来这里找他 嗯 怎么了 澳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昨天 他赶回来的时候 正好被管家发现 然后 然后 你说 然后就被他们打了一个时辰 什么 他 他现在怎么样 人总算是活下来了 正在卧床养伤呢 你 哎 温老板 我求求你 你千万不要再跟澳雪见面了 他就是因为出来跟你见面 才被打成那个样子 你要是真为澳雪好 以后就不要再跟他见面了 好吗 我知道温老板对澳雪一片痴情 可是为了澳雪的安全 我求求温老板不要再跟他见面了 否则你会害死他的 咱会死他 小儿 来 银香给阿玛 鹅娘请安 阿玛吉祥 鹅娘吉祥 好 起来吧 来 这大盒小盒的 都是什么样 你自己看呀 好漂亮的手镯呀 还有更漂亮的男 牛娘 你赶快把宝贝都拿出来吧 看那女儿眼睛都花了 不急不急 这全都是你的 慢慢看 都是我的 再过几天 就是你按摩五十大寿 到时四方宾客都来祝寿 我当然得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可是每件都这么漂亮 我不知道选哪件啊 那你就把这些全都带在身上 走起路来光光当当的 那也蛮有意思嘛 牛娘 你看嘛 又拿我取笑了 好了好了 现在说正经吧 这首饰你可以自个儿慢慢调 不过这人嘛 还得替你阿玛的 人 什么人 夏儿 你年纪也不算小了 是该谈婚论嫁了 比我看 找个归宿 嫁人吧 女儿不嫁 女儿要一辈子 都跟额娘阿玛在一起 胡说 难以没死不嫁的道理 我跟你说 有一个人 我跟额娘阿玛都觉得很合适 她是本届恩科的探花 名叫锦寿 不仅有真才实学 长得也相貌堂堂 现在在礼部任职 身受老佛爷的器重 这次你阿玛五十大寿会把她请来 你们两个就先认识认识 假如真的合适 就早早把事情办了 也好了解我和你阿玛一桩心事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我不要 这孩子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连人都没见 怎么能说不要呢 不要 不要 我就是不要 云香 自古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哪容得你不要 反正我不要 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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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知道温老板对奥雪一片极其 可是为了奥雪的安全 不要再真的见面了 赶快赶快 各位老板 各位老板不好意思啊 今天温老板身体 闪开 散开 各位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改天 改天 咱们问老板身体好的时候 一定会回报大家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啊 各位慢走啊 各位 哎呀 哎呀 两鱼啊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这高分是你的绝活是拿手好戏啊 你从来都没施过招 今儿是怎么了啊 气不在焉啊 不小心 咱们华靖生戏弯的这牌子 可是大伙儿辛辛苦苦地创出来的 你听听这起哄的声音 可不能因为自个儿不小心砸了牌子 你 哎 哎 师傅 师傅 你先喝口茶消消气吧 大师兄一定是累了 您看这一场接一场的 偶尔失手也在所难免嘛 再说 大师兄那么要强 得了稻子 他心里肯定比谁都难受啊 哎呀 累了就好好歇会 下次一定要注意 要加倍小心 知道吗 嗯 班主 哎 哎 又是有人想请你上堂会去 我替你退了吧 谢谢师傅 哎 待会儿啊 你到渊王府跑一趟 就说 闻老板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要静养 啊 这说话的口气啊 要软一点 是 哎 等一下 给我看一下 这趟我去了 哟 今儿这太阳 怎么打西边出来的 啊 你可是从来不吵堂会的 今儿个怎么突然破例了呢 啊 渊王府给的价那么高 比外面唱几十场都强啊 再说 我不刚被喝了倒彩吗 要等王府唱得好 也可以给咱们挽回声誉啊 嗯 有道理 啊 赶快到渊王府去 就说 温老板 一准到 是 王爷 吉祥 哎 云香这孩子今儿个是怎么了 平日里一直挺乖的 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倔 也许是我们说的太突然了 不好意思吧 你看他那样子哪是不好意思啊 明摆着是把我们给挡回来了吗 等会儿啊 我再去跟他说说 这件事他那么坚决的反对 莫非 莫非 王爷 莫非什么 莫非他一心有所属了 不会 云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怎么可能心有所属呢 嗯 这倒也是啊 咱们府里上上下下就那么几个男人 不大可能 看来是我多虑了 王爷 云香现在不愿意 并不表示他以后也不愿意啊 这种事啊强迫不得 免得毁了他的终身幸福 赵卿的事 就先缓缓吧 也好 那就缓缓再说吧 别别别别 是什么人 狗王爷 拿命来 不要黑枪 我不是王爷 我是下人 说 那狗王爷在哪 王爷 这对面 抓刺客 抓刺客 给我抓刺客 抓刺客 快啊 别过来 跟别过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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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哥哥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我不想嫁人 我们去找温大哥商量商量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不是答应我 不再去见他了吗 事急从全案 阿雪 你别害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 你是不是革命党 你也知道革命党 外面这个院 我总会听到一些的 革命党是正义的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怎么样 这边 等我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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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跑不远 给我搜 停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走 谢谢你救了我 我欠你一个命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还给你 别说得那么夸张了 希望如你所言 你们革命党所做的事情 都是正确的 你看后门就在那边 翻过墙你就安全了 后悟有机 达人 我必须的 大家吃饭了 你先看看 这她是一个 不许要 你再看看 她明明 这个是女的 贼人 他往那边的花园跑了 你们几个保护哥哥 起来动了走 知道 奴才参见王爷 抓他没有 奴才没用 让他跑了 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抓不住一个刺客 奴才该死 从现在开始 增派人手日夜巡视 如果再让乱党 闯进王府里来 小心脑袋 这 奴才倒退 这是十局动荡啊 乱党竟然都闯到我的家里来了 王爷 这次他们受了打击 以后一定不敢再来了 不 你太不了解那些革命党了 他们都是些不要命的家伙 为了推翻朝廷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回刺杀不成 你一定会再来 王爷 那您可一定再选派几名金干的侍卫 替神保护啊 我有火枪营的保护 不会有事的 我比较担心的倒是你和云香 他们害我不成 一定会在你们两个身上打主意 跟着王爷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这点风浪 臣妾还是惊得起 我想 只要多洽派几名侍卫 日夜守在云香的门前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看 云香的婚事得抓紧了 这是为他好吗 先别管他同意不同意 我的寿蛋之日 想办法撮合他与锦授 让他们早日晚婚 只有云香成了家 我心中的这块石头 才能算落地呀 对 就这么定了 公主王爷 尝同松柏千年帝 品丝之兰一名 公主王爷 公主王爷 好 行 来 公主王爷 公主王爷 兽同松柏千年帝 品色之兰一味妻 兽玉鸿开松贤尽 春堂群庆 贺寒欢 那不愧是文朝的采花呀 连说句吉祥话都与众不同 你们说是不是啊 那行 王爷挑的人还能错吗 过奖了 大吗 阿玛锦香 额娘锦香 来 我来与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女云香 香儿 这位就是阿玛给你提过的 颈兽锦大人 锦大人您好 哥哥好 郎才女貌 真是天作之和呀 看来王爷要双喜临门了 阿玛 小女有点不舒服 先行告退了 香儿 香儿 阿玛锦香 小女丸烈 让荆大人见晓啊 哪里哪里 哥哥 真是真性情啊 诸位大人都请入座看戏吧 请吧 王爷 先请 好好好 来 请 来 请请请 好啊 王爷 回去 好啊 师父给栈上一个薄面 赶上一杯啊 好,來,來,來 好,來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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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 你疯了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公主王爷万寿无疆 永享富贵 今天小人饶了王爷的寿臣 实在罪该万死 但是希望王爷能替小人一言 说 小人与贵妇一名丫鬟 两情相悦情笔尽见 小人斗胆请求王爷 将他赐予小人 望王爷成全不胜感激 你说这 念你一片痴情王爷允了 那个丫鬟叫什么名字 傲雪 据我所知 本府并没有叫傲雪的丫鬟 父亲会会记错了 之前他偷偷跑出去玩 还受了府上责罚 我府的丫鬟我会不知道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可能他跟我说的 是假名 王爷 福晋 如今像这个武生一般 至情至性之人 亦不多见 如果真像他所说的 这个丫鬟确有其人 依景寿所见 王爷倒不如成人之美 看来景寿 你也是个性情中人哪 那好 那就麻烦福晋 把全府丫鬟都叫到这儿来 咱们也来一出唐伯虎点秋香 我们王府的丫鬟你都看过了 这是最后一批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可能是别的王府的丫鬟呢 不会 我曾经送他回来过 既然你这么肯定 就再去看看这批吧 探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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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老实说 这个奥雪究竟是谁 这 这 快跟我说 不是我打死你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说 是 是哥哥 这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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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什么 云香什么时候变丫鬟了 王爷 父亲 我还有钥匙在身 不能久留 切除在下失礼 先行告辞了 郑大人 再下告辞了 郑大人 郑大人 来人 在 把这群臭戏的通通 给我轰出去 喳 王爷 你让我尽咯尹 王爷 王爷 快 王爷 快 快 王爷 王爷 你消消气 都是这小子好女儿 王爷 真是慈母多败儿啊 来 你 快 快 王爷 你听我解释 王爷 算了吧 今天又不是王爷的五十大寿 你这小妹儿都保不住 你还有去生死啊你 我不甘心呢 行了 有什么不甘心的 你还要冲进王府 对王爷说 我要娶你们家的哥哥 哎呀 你就别妄想了 你呀 不过就是个戏子 跟人家哥哥 他爸跟他打不着啊 这可不是上戏 师父 得了 我告诉你 师父年轻的时候 也做过这种荒唐的梦 得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 就当是做了个梦 该唱起唱戏 该吃饭吃饭 走走走走 来 走了走了走了